大家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月6号星期日晚上的20点整 感谢您关注觉醒精进2020的线上直播课程 本期与刘峰老师对话的是在西安的寇觉中先生 寇觉中老师是大康心理集团的创始人 公安部和司法部心理咨询及心理矫制专家 广东省和陕西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会长 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陕西的工薰人物 寇觉中老师专注从事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教育 做心理咨询案例数千人次超过了18000小时 在全国各地完成各类心理课程的讲座过千场 受众达30多万人 他将西方心理学的精华思想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联 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 这就是大康心学理法体系 出版了心理咨询实战八奖等著作 刘峰老师是全息生命 全息生态 全息文化理论系统集成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禅创理念的智慧下载者 北京十方元老人心灵呵护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 中英文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 三十多年来 刘峰老师以科学语境关联有缘进入的法门 智慧系统和文化团体 以求同遵义的基本理念 与当今的时代和谐互动 今天两位老师对话的主题是 心理学在中国落地 我们先有请寇绝忠老师上麦 好 谢谢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能够跟刘峰老师 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种分享和交流对话 因为刘峰老师也是我一直很仰慕的一个 对中国传文化 对整个人类思想研究很深刻的一位大家 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 其实一直希望心理学能够跟一些心理学之外的人 进行一些碰撞和交流 那么刚好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个人也非常珍惜这样一次机会 也愿意把我自己这些年在心理学教育 心理学服务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 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和分享 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想要跟刘峰老师 做这样一次对话和交流 也就说起这一次对话的源起 因为现在心理学在目前的中国 已经被国家纳入社会综合治理 而且国家现在对心理健康的工作 越来越重视 可以说已经是全民心理健康计划开启 自从这个十九大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面提到 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全民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积极理性平和心态的这个方针 发布以后 在去年已经在全国五十个大的城市 做社会心理服务的试点 去年四中全会 再一次的把心理建设 社会心理服务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而且国家通过这个政法委 卫纪委教育部等等 二十四五个部委联合发文 要把心理学作为未来 在大的社会综合治理中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重要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作为我大康 包括我们跟两个省的心理学同行 在疫情阶段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开通了心理咨询的这种热线 而且对全国的司法 包括公安系统的干警 在线上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学的这种 普及和教育 那么目前社会心理服务 成为国家的一个大战略 从中央到地方都比较重视 而且各级政府 包括县级政府 包括各省级政府也联合发文 去年12月28号 广东省24个厅局联合发文 在未来十年 心理健康要成为 广东社会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 今年又出现中小学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因为在过去 日本的青少年自杀率一直是全球第一 今年中国青少年自杀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一 所以自杀率的上升跟青少年的心理建设 价值观的丧失等等都有很多的关系 所以今年全国从教育部到各省的教育厅都要求在学校建立学生的心理服务中心 包括要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薪检工作 而且现在很多学校已经纳入到学生综合素质考评里面去了 我们也在参与类似的事情 那么在十几年前 中国对监狱罪犯的心理教育 以及心理干预心理关怀 已经在全球算是做得非常好 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犯人的心理如此的关怀 有幸大康也参与了这样一份工作 我们几乎在司法系统为各监狱培训了很多的心理咨询师 同时呢在这两年全国的戒毒工作中 对很多吸毒人员的心理健康 国家也高度的重视 那么目前在疫情之后 家庭问题 情感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 也成为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大问题 可以说引起了民政 国家民政系统 以及各个家庭 包括家庭的成员夫妻关系 包括父母亲做子女教育的问题 现在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么在疫情之后 中国的这个其中有一段 有一些城市的离婚率 持续就是攀高不下 这其实背后还是这种婚姻情感内容里面的 内在里面的一个心理问题 个体的心理问题 对家庭的认知 对爱情的认知 对两性情感的认知的一个冲突和矛盾 那同样在这个职场上 越来越多的职场压力 职业认同的问题 职业取向的问题 现在也成为职场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过去四五年里面 一直进入这个大的政府心理服务采购 包括这个职场的心理压力的问题上 我们在不断地跟各大企业 包括政府部门在合作 把心理学推到更前端 过去我们说做心理咨询的人 都在做很重的事情 比方说做抑郁症焦虑症 这一类神经症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在开始已经把心理学 在国家的心理服务概念下 我们推到全民的心理健康 健康人的心理健康 就是让更多的健康人 不要去得心理病 让更多的健康的青少年 不要落入一个抑郁症 落入一个问题少年的一个状态里面 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做心理学的人 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和价值 那我呢 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先行者 我们在24年前 我在搞中医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有病的人 其实本身生理上的疾病 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而心理疾病 还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说 很多我们常见的这种 灌心病 高血压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糖尿病 甲抗 肥胖症 包括神经衰弱 包括一些女性的乳腺增生 包括妇科病 包括我们看到的癌症 包括我们看到生活中 很多人出的这种车祸 其实背后都是心理问题 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 在80年代就提出来 叫新生医学 也就是说76%的生理疾病 其实它背后的根本原因 都是心理的矛盾和冲突造成 这是我们在80年代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 明确的一个提法 叫新生医学 现在已经在西方 非常得到医学界的认同 包括现在很多疾病 都先要去做心理方面的治疗 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 我本身也是学中医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 就更早 可以说在《皇帝内经》里面就提到 七情治病 就是疾病产生的原因 在中医里面讲三大原因 一个叫六阴 外阴的入寝身体 第二个就是饮食劳伤 第三个就是七情治病 就是七种情绪的不和谐 不平衡 不稳定 会给人生理上带来很多的疾病 在古代的这个老中医 很多人治病是不开药的 他其实就早已经就做 这种心理的调节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咒游十三科》 在中医里面讲这个 《咒游十三科》 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治疗 最早的中国的心理治疗的 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所以说在今天 当我们看到心理学的中国 社会治理 包括家庭治理 包括学校的学生的教育管理 包括企业的管理中 越来越发挥它重要作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是用西方人的心理学思想 来改造中国人的心理 还是我们必须回到中国 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思想 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来改变中国人的心理 那答案一定是 我们必须回到中国文化 中国的这个大的思想 哲学思想背景下的 中国人心理的一个关怀和干预过程 绝对不会说完全照搬 西方心理学 不管是西方的这种 我们说这个 基础心理学 现在讲认知 包括应用心理学里面 我们强调的这个 精神分析等等 一系列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 最终是很难真正完全 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心理服务的 核心的价值观和内容 就是理论和方法 我们可以把西方心理学 我们经常中国人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学习的能力 我们经常说 汲取古人的优秀的 我们说优秀的传统文化 古为精英 那么同样我们在文化思想的传承和接受过程中 对西方思想 西方不光是经济学的思想 还是社会治理法务的 法学的思想 还是我们说的是这个 哲学的思想 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心理学的思想 那一定是我们可以汲取一些优秀的理论和方法 最后必须是跟中国文化有机的结合 形成中国本土的一套完整的心理学理论方法 来真正关怀和干预中国人的心理建设和心理成长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今天在中国心理学界 一大批这个从西方学习回来的专家学者 他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还有一些人过度的从阳眉外 完全照搬甚至神化西方心理学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很担忧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个人这些年一直在和很多心理学的同行 包括跟大康的同仁 我们一直在2010年开始 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完成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和产业化的进程 我们一直在推进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这也就是今天 我们愿意和一个有国外生活经历的 也有懂得了解世界哲学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的一个中国文化的学者 思想的一个大咖 刘峰老师 在这里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 我希望通过跨界的交流 能给心理学界这样一个平静的湖面 能够扔一个石块 泛起一片涟漪 能够让更多的心理学人 真正的去思考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的问题 谢谢 希望大家今天跟我一样都能够有很大的收获 谢谢 谢谢考老师 非常感谢 刚才我在一边听您的这个介绍 一边在做笔记 我觉得这个就开始的这部分信息量已经非常大 首先呢 考老师您站在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角度 已经看到就这个时代整个的大趋势已经走到这个阶段 对这个心理学 整体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空点上的重要性 做了一个特别完整的描述 其实呢 这个我跟库老师接触 实际上我们第一次见面 其实我也感受到 就是说库老师的这种情怀 就是真正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格局里 时空格局里看这个人类 东西方这些宝贵的这个智慧资源 在这么一种开放 而且呢 又是深入探究的这种 这种心态和基础 这个造诣很深 那么 刚才您提到的好几个点 其实我们也有过这个 这个交集 比如说在这个吸毒人员 这个这部分我也曾经在在戒毒所里面住过三个月 专门去研究这个这个中医 还有这个现代心理学和这个心灵能量系统 和这个在戒毒方面的这么一个研究 那么同时呢 这个在这方面也有机会能够跟那个库老师做这个详细的一些关联 那么从刚才库老师的介绍里面呢 我才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就是库老师在这个24年前 就在中医这个领域里面有很深入的研究 然后从这个里面再去看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这个点 就是疾病背后这个原因 源自于这个心理的这个 这个从这个角度看到的这个本质 那同时呢 提到了一种黄金内经 这个关于这个七情治病这块 其实呢 这个 而且提到了柱油十三科 那这种 我们把它称之为高位能量的一种 或者说这个无形能量之间的这种结构上的转换 实际上呢 在现实中从三维的像上看这些事情 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读懂 但实际在更深层的角度去理解它呢 很容易 把它们找到这个 跟这个现代心理 现代心灵 能量 高位能量之间的关联 那么提出了一个 最终 这个 这一段结束的时候 库老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命题 话题 就是我们是在用西方的这个 现代心理学来改造 中国 还是 中国的这个心理学 还是用这个 中国的优秀的这个传统文化 对于整个身心系统 宇宙生命系统 这种大格局 来统一 未来的这个整个 这个人类 身心灵 或者 这个心身 健康系统 那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 我想可以在这个话题上 可以做一个 理论和这个实践方面的一个 初步的展开 我也期待 后续能够跟那个 库老师在不同的这个 心理学的这个系统 门派里面 做一些这个关联 因为库老师这么多年研究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系统 形成的这个 大康 心学理法的这块 有很 应该有很深刻 很完整的体系 其实这个 这个阶段 这个 这个场合 也是我期待很久 因为我一直 希望找到一个 有一个对于整个 西方 心理学 全貌 有了解 而且有深度 践行 同时呢 又对东方智慧 有很深层的 领悟的人 就说 如果说 只是从 站在西方心理学 他有再多的 这个知识经验 如果没有对 这个东方智慧 有深刻的这种领悟 没有通过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那这个 这个话题 谈的话呢 它是有局限的 但如果一个 只是了解 很深刻的中华文化 而对于现在心理学 这些复杂的 整个结构系统 不了解的话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对话 也很难 更完整的 去把这两部分 融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 很荣幸 遇到这个 库老师 那么在这个层面里面呢 我想 我先从这个时空格局 来简单的 这个 做一个 大概的一个描述 然后请 请那个 库老师 来继续 来做分享 东方智慧的特点 借我们科学语境 来表达的话 它是站在 N维 N趋于 无穷大 和零维 一个完整的 宇宙结构中 去表达的 那么我们 借用这个 多维的概念来 只是因为 这个逻辑系统 它比较普适 我们人类在三维空间里面的人 对于这个三维空间的 物理 这个物理和数学 之间的对应关系 大家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怀疑的 也就是物和形 数与形 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基本上每个人 从小建构起了这种关联 所以所有的存在的 基本上我们都在用一种 数学模型 就有形的存在 都在用数学模型来建立 其他的这个逻辑关系 我们把它称之为建模 那么这种 这种关联呢 这个我们最熟悉的 这个系统 实际就是这个 直角坐标系统 也就是线性几何系统 点 线 面 立体 那么但是呢 到了一个更高的空间 维度的时候 三维以上 一般人找不到 这种对应关系了 而恰好 这个高维的 这个概念 在东方智慧里边 是用一个字 把它关联的 就是心 我们说这个心 是什么 我们说心即宇宙 但是这个宇宙的格局 有多大 那东方智慧 对宇宙的这个表达 实际是远远超越了 这个 现代人 对这个宇宙的理解 所以它的宇宙 应该是在这个 N为 N 趋于无穷大的 这个格局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主要的人类的智慧系统 描述的最高境界 无上也好 无极也好 天人合一也好 它指向的权势 只有N为 N趋于无穷大 才能跟它去相应 所以在这个格局里边呢 也许还有很多人们 没有发现的很多系统 或者表达出来的很多体系 那在这个表达的系统里面呢 基本全都把它放在里面了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系统 在东方智慧的建构里面 它的完备性 那么这种完备性呢 是一个从上往下建构的整个宇宙空间格局 所以这个东方人讲新跟宇宙的关联 讲天人合一 讲从上往下建构的整个宇宙 整体宇宙观 那么现代人的这个思维逻辑 现代科学 在三维实践作为基础的这个科学呢 它是从下往上建构的体系 那这种体系 在这个最初的这个发展阶段 它完全是靠三维实践支持的 但实际上这个系统里面 所有的科学发明 它最初都来自于什么呢 最初都来自于假设 或者假说 那这些假说假说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人的灵感 那这个灵感是来自什么呢 是来自高危 所以灵这个词就是高危 它相当于这个 这个灵感相当于在这个溶洞里面 这个失损 它从下往上涨 就是建立起的我们的物质结构 三维结构 而它每一点成长都是从上面来的 大家注意全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水里面的碳酸盐 成长起来 东方之后恰好是从上往下 那我们今天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食损和食中乳把它连起来 形成一个通天彻地的石柱 那这个从下往上 它的难度相当的大 因为我们要突破三维认知 或者以三维为基础 去建构一个高危的 突破三维的状态的话 它的难度非常大 当然现在我们人类的量子物理学等等 包括西方心理学 它是从下往上突破了 三维认知这个障碍的一些产物 但东方恰好是从上往下 所以从上往下 它相对来讲更完整 所以这就是刚才寇老师讲到的 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整个体系来格局 来建构起这么一个体系呢 当然了 从上往下它更完整 它可以连接所有的食损 因为它从上往下 如果我们在一个食损上往上走的话 它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山头 这样我们也就看到 西方的哲学门派 心理学门派 包括科学里面的很多 尖端技术之间的这种门派 它都是一个个相 一开始都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在中方智慧里面 它完全是用一个完整的系统 全部涵盖的 这个逻辑关系建构起来的 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体系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那刚才厚老师讲到的这个关键点 在理论上 在整个华理系统上 实际上的东方智慧 已经具备了 这种自上而下建构 整个体系的这种基础 只是这种基础的关联 怎么能够让这个世界上的这些 大部分的人能够比较容易去接受 那么借用科学语境 那它在传播和交流上 它是一个方便 因为科学语境被大部分人接受了 学过算术 学过代术 学过几何 对这个语境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 没有什么抵触了 所以它不需要推广这个语境 所以通过这个语境 把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 把它关联起来以后 我们再去读的话 我们再读懂这些 整个整体智慧系统的全貌 和它内在严谨的逻辑关系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不矛盾 而又可以相互补充 相互支撑 谢谢寇老师 您继续 谢谢刘老师 刚才刘老师讲的特别好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 研究这个维度 就是其实维度的背后 其实就是我们在了解灵性 了解心 那么最落地的就是 这一切跟人的关系 那么我们之后谈心理学来说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西方心理学 我们要谈这件事情 必须要了解西方心理学 在了解西方心理学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谈中国心理学 然后再如何 东西方心理学的一个融合 包括未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 应该从哪里去走 而且走得更远 那么下面我们简单在这里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简单地把西方心理学的 一个发展的脉络 在这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当然刘老师也是一个 对西方文化特别有研究的人 那么目前就西方心理学来说 我们经常说心理学从哪里来 心理学从哲学 哲学从哪里来 哲学从这个宗教 宗教从哪里来 宗教从神话来 那么西方心理学史上就讲 西方心理学的前世今生 首先最早就从远古的巴比伦 王国就希腊人 埃及人 犹太人 阿拉伯人 在这个过去的这些 古老的这些民族 或者说这个文明里面的一些 著作里面 比方说但以理书啊 生命论啊 还有这个犹太法典呀 河马史诗啊 这些里面都能看到 当时的人们对 人们精神世界的这种论述 以及这种探索 那后面就说到古罗马的这个时代 到中世纪时代的文明 包括盖伦的这个思想 新波拉头的这个主义 华裔主义等等 这里面也在探讨人性 也在探讨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些东西 再给后组就到文艺复兴的时代 经验主义的研究 日新说呀 加利略啊 格班尼啊 达芬奇啊 包括这个 有一叫胡安 维维斯的 开始就在这个年代 文艺性的研究人的情绪啊 记忆啊 学习啊 这些东西 后来到了经验主义时代 理性主义时代 十六七世纪 十七世纪 开始有人在讲这个主动心灵学 心灵论呢 就是笛卡尔的这个思想 叫我思故我在等等 这些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有 西方的心理学的一些 一些畜行的东西 那么到继续发展到后面 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 到十七世纪的时候 进化论 进化论对比较心理学 对发展心理学 就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在这个时期 有人在研究情绪障碍 和鬼神之间的关系 当时这个欧洲的一些人 就认为 一个人得了精神疾病 得了抑郁症 都是亵渎了神灵 然后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都被活埋了 他们认为这些人 就是不尊敬鬼神 鬼神给他施了法 然后让他得了精神障碍 情绪障碍 包括当时有些医学家 就开始研究 对病人的护理 应该不光是一个 对躯体伤痛的护理 应该也去 应该对他心理伤痛 进行一些护理 那么同时呢 继续走下去 到了这个 十七世纪末 十八世纪的时候 心理学 西方心理学 我们叫心理物理学 和实验心理学 正式得到创立 这里面有两个 很著名的人物 一个是德国的 生理学家 恩斯特韦伯 这个人是 1995年到1878年的 一个很著名的 生物学家 但是他并没有 因为生物学而出名 而是他提出了 心理物理学 他一下子名身大振 紧接着下来 就是一个心理学界 大家公认的一个 鼻祖师的人物 叫德国的威廉冯特 威廉冯特 冯特的这个 开启了世界上 第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室 他是19世纪初 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 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可以说在基础心理学里面 把他推为鼻祖级的人物 这个是现在 没有争议的一个事情 紧接着心理学 继续给后发展 到了19世纪初 又出现一个 很著名的 美国的心理学家 叫机能主义心理学家 也叫实用主义心理学家 叫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的 这个对心理学 对美国心理学 或者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人物 特别是他 从他开始 心理学在西方 开始走应用这条路 他出了一本 著名的心理学著作 叫心理学原理 在这个心理学原理里面 他谈到几个很重要的 心理学的名词 叫意识流 情绪的理论 本能欲习惯 自我欲自尊 而他跟同年欧洲的 弗洛伊德是一个阶段的人 弗洛伊德当年在美国 第一次演讲 第一次到美国去 美国人都觉得 弗洛伊德当时去的时候 在轮船上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要给美国人 带去的是魔咒性的东西 美国人还要把它 当神一样的去静 所以弗洛伊德在 这个美国的第一场演讲 威廉詹姆斯就是带病去听了 弗洛伊德的这个演讲 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觉得终于遇到了一个 跟他在心理学方面完全 相一致的一个知音 因为他们都是更强调 经验主义心理学的人 后来在弗洛伊德 到后来弗洛伊德年龄大了 快要去世前 威廉詹姆斯还跑到维也纳去 见了弗洛伊德 跟弗洛伊德见完最后一面 他俩人就 他就在他的自传里说 弗洛伊德是他 见过的最懂他的一个心理学家 所以这就是在美国很著名的 美国的心理学史上 很著名的一个大人物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他是哈佛大学的 那么后面就心理学发展到 后面就到了行为主义心理学 到19世纪 20世纪了 这已经到20世纪了 就19世纪末 20世纪 这是詹姆斯 弗洛伊德这些人出现 20世纪末 到初的时候 行为主义的这个 俄罗斯出现两位著名的人物 一个叫 谢切诺夫 一个叫巴普洛夫 我们都知道巴普洛夫 有一个经典的实验 就是狗的实验 叫经典的条件反射 巴普洛夫本身是一个生物学家 他是研究人的生理机能 生理问题的 他因为对消化系统的研究 在当时的医学界 生物学界 可以说非常吃惊的一个 消化系统的一个研究成果 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心理学家们 把他研究的 那个狗的条件反射的实验 就变成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 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之著 就是经典的条件反射 后面包括桑代克呀 华生啊 斯金纳呀 这些著名的人物 把行为主义推向了 一个巅峰的时代 而且行为主义心理学 在西方 就一下让心理学 进入到科学的殿堂 我们说 如果说是这个 德国的这个 冯特的实验 第一个实验室 让心理学 通过实验心理学的 这种实验的方式 让人看到心理学的 一个未来 但是真正 行为主义心理学 是让心理学 完全进入科学的殿堂 紧接着下来 像这个欧洲的一批 心理学家 在临床心理学上 格斯塔心理学 瑞特海默呀 科勒呀 考福卡呀 等等这些人 都又把心理学 又回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精神层面上来了 这时候呢 其实西方心理学 就开始慢慢地 从这个学院 从这个象牙塔里 慢慢地开始 进入到社会 服务的这个阶段 也就是从这个 詹姆斯 弗雷德 从巴普洛夫 从后来的这个 人们主义的这个 这个这个心理学 整个心理学 在西方进入 社会的应用 可以说在二战之后 美国的心理学 第一波进入到 退伍军人的 心理关怀 职业 职业发展中来 就是退伍军人的 职业选择 国家已经开始 把心理测量 把心理评估 这块跟 个人职业发展 完全关联起来 那么到 二十世纪的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到七十年代 人们主义心理学家 出现 人们主义心理流派 人们主义的出现 完全是 源于詹姆斯的 詹姆斯应该是 人们主义的鼻祖 但是到了 马斯洛这个时代 当年提出 这个存在主义性 存在 存在集合力 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理论 但是马斯洛 把存在主义 又推到了一个高潮 他在研究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时候 他发现在二战之后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美国的经济 发展到全球第一 美国的道德沦丧 美国人的重欲 达到泛滥的地步 美国的青少年犯罪 美国的家庭破解 就是家庭的资历破碎 所以说 马斯洛在美国 为什么会有很高的地位 他就跟一群心理学家们 最后说我们要站出来 我们要拯救这个国家 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让人必须回到 自己的人性本心上来 就回到人的本质上来 所以说 以人们主义心理学家 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 社会财富急剧高发的阶段 道德沦丧 信仰沦丧 家庭沦丧 道德沦丧的这个阶段 人们主义心理学家才站起来 站出来 他们当时 这个马斯洛和罗杰斯 还有罗洛梅这些人 说我们必须要拯救这个世界 拯救这个社会 让更多的人回到自己的本心 回到家庭 回到社会的有序状态上去 然后要叫禁欲 就控制自己的欲望 所以说 我个人是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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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崇这个 马斯洛 罗杰斯的这些东西 我们大家 最知道 最多的就是 这个马斯洛的 需要层次论 但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是五个阶段 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 这是要七个阶段 马斯洛只讲到 社会化这个阶段 没有讲到真正的精神层面上去 我们后面可能会要 把这个东西要讲出来 那么在马斯洛之后 心理学又开始进入到 这个临床上有认知心理学 西方的一批心理学家们 出来说 其实人的心理问题 关键是我们世界观出了问题 价值观出了问题 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出了问题 所以认知心理学就开始 直到今天 认知心理学 又开始有一个新的发展 开始跟脑科学有个结合 脑科学现在 所有的大学里面 西方的很多大学里 现在在开始研究脑科学 脑认知 把脑科学 脑的机能 脑的功能 跟认知关联 那么现在已经有人 在开始研究 人工智能 跟脑科学的结合 那么在社会 社会发展到今天 西方心理学 从认知心理学 开始又过渡到社会心理学 也很重要的一个流派 叫积极心理学 就是说现在西方人 现在过度的自由主义 自私自利 然后很多人很消极 就是极度的纵欲 极度的自私 极度的自我 然后很多人 不太愿意为家庭负责任 也不太愿意为社会负责任 所以积极心理学的 这个马丁克里桑 那个叫马丁 马丁先生 马丁克里德曼 他就提出来 我们必须要有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自我 面对人生 面对我们这个世界 因为虽然我们这个世界 看着特别的让人觉得失望 很沮丧 但是我们依然还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所以他提出来 一个人有没有积极心理的力量 这个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就是积极心理的力量 我们很多人 其实现在是 你看抑郁症的人 都是消极心理的力量 一个消极心理的力量 最后可以毁灭这个生命 就让这个人最后 自我无法控制的自杀 和跳楼 这个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个西方心理学 整个从这个远古时代 这个发展到今天 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进程 就是从神话 从哲学宗教 一直到这个宗教哲学 一直到文化思想 一直到心理学 从这个文化思想里脱出 包括心理学之后 又进入到物理学 科学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很多 学心理学的人 过度的迷恋西方心理学 西方心理学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 先最早是从经验主义 心理 后来到实验 科学心理 最后到人文社会心理 今天又进入到生理心理学 我们说在精神医学里面 就是我们说精神科 看这个心理学 看抑郁症 看这种 这种这种精神分裂症 看妄想症 其实还是 以西方医学背景下的 生理心理学的概念去做 那这个东西是根本不可能 治好这些病的 就通过药物 要把一个人精神的疗愈 把精神的这个 这个抑郁或者这些东西 要治好是很难的 那么早期阶段 可能会起到一些 生理调节 缓解情绪的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 很多抑郁症的人 很多妄想症的人 他们都是在 内心最深处 在无意识里面 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 而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要去真正关注 和去做的 我个人做了24年的心理咨询 我做了很多的抑郁症 包括一些妄想症 我从来不会去给一颗药 只需要时间 可能需要一两年 两三年 甚至比较长的五六年 就是我们最终是要让这个人心里 从自己内心最深处 从无意识处 从内在最小 最深的那个自我的建构中 然后回到一个人精神的成长过程中来 所以说在今天 我们刚才刘老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 西方可能更多的是从 我们人的生理的物理的角度 给高为生 东方人直接是从上面 就到下面来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个人有一些经验和体验 因为我也喜欢参谈打坐 我本身也是一个居士 所以说也是皈依佛教将近二十多年的人 所以对这个禅宗的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心里 我经常说心即我 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我 不是这个肉体的我 我这个概念就是形而上 那个自我是社会的概念 我是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自己 也就是自性的我 自性的我 而心是我 自性的那个呈现 念头又是心的呈现 它这种 我们经常说这个体用关系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那么后面我们在这个 我个人现在讲这个 这个大康新学的这个 这个九论里面 我就把这个意识的结构 意识的这个发展结构 从九个方面 做了详细的介绍 就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层面的这个体用关系 逻辑关系要讲清楚 所以这就是我个人 就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西方心理学 给一个简要的说明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要把西方心理学 讲清楚 可能得四五天的时间 刘老师 谢谢您 谢谢寇老师 这儿有一个有一个问题 想跟您做一个 这个延续的探讨 就是我这 这些年吧 就是我接触这个心理学 这些年呢 接触到了这个 三个东西 三个部分 请您再介绍一下 一个是这个超心理学 一个叫超个人心理学 还有一个叫 后现代心理学 您能不能对这三部分 再做一个关联 其实这个 目前它像这个 西方心理学里面 讲这个超心理学 或者说超心理学 其实就是一种 超越这个科学 或者生理心理学 的一个概念 就回到精神的这个 从更高的一个维度 和层面上去讨论 这个问题 就像在这个 荣格心理学里面 其实强调的 就是这种 超心理学的东西 就是那个 集体无意识的东西 异象的东西 包括灵性的一些东西 就是更高 更高的一些 就是这种 非生理心理学 非科学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更多的这个 当然超个个体 个人自体 各个体心理学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现在 更多的 其实在这里面 要强调的是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 过去这个 心理学里面 以弗洛伊德 为核心的 一系列在 临床心理学里面 就是强调 一个个人 自我的心理发展 变化 以及自我心理修复的 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 始终是在一个人的 这种纵向横向去 在进行研究思考 包括在做一些 调整和干预 那么就超个人 心理学的 其实更强调 整个社会 整个民族 整个这个大的 这个社会维度的 这个关系 跟个体的关系 就我们一个 个人的心理 跟就是说 纵向的 单纯讲自己 成长发展的历程 但事实上是不够的 就我们必须要跟这个社会 跟这些东西 要发生一种关系 当然就是说 后现代心理学 其实源于这个 欧洲的这个 后现代的这个思想 文化背景下的 一些心理学 的一些流派 就像法国的拉康 我也是学过拉康 心理 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就是 后现代这一套 心情的这个思想 体系下的一个 心理学的一套 理论和方法 这个在国内 也有些专家 学着搞 但这些呢 其实更多的是 他还是以这个 心理 自我的心理分析 自我的这个 整个自我 成长 以及自我的 这个个人的 这个童年 等等 这一系列的历史 跟整个自我 今天这个 心理状态的一个 一个关系 所以说就 目前来说 我个人呢 其实 不想 就是不太强调 这种特别 这个心理学的 这个 这个单一技术 或者单一理论 的一个东西 我们更要强调一个 就是要强调 就是 就是从中国 这个文化思想上 我更喜欢 喜欢一些 更 宏观的东西 当然从宏观到 围观 从 就是 在佛教里讲 一技一切 一技一技一嘛 一力杀一世界 其实在这里面 没有 就是把心理学 要完全分得 如此细致 如此 这个 这个 这个零碎的 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 我个人认为 其实是对心理学的 本质 是没有抓住 刘老师 喂 没见 刘老师 喂 我刚才静音 不好意思 我怕你们干 让您的声音 您说 对 我完全同意您说的 这个 因为什么呢 从宏观的结构上来 分析 像您刚才把这个 整个这个 心理学发展史 这也是我 第一次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一位老师 能够完整地 把这个系统 从最初开始 介绍 介绍这么完整 也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缘 听到这些 那么在这个 我在 这次我在美国 这段时间 这个我接触了 一些这个 西方的朋友 有一位 这个 Jonathan 他是 深度研究 这个西方 古往今来的 哲学发展 科学发展 这些关键的人物 和关键的 这个思想的一个人 叫Jonathan 他因为 我那本 写的那本书 开启高危智慧 他看了以后呢 他非常 他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 我们俩就 做了一些交流 然后从他那边呢 他就给了我 很多书 就推荐 好多书 就说 他说这些书 都在跟你说的 这些系统理论里面 有 就是你说的东西 这里面有 这些部分 他们都有 不同的角度上的描述 他特别提着 我们说那个投影 他就说到了 这个巴拉图的 对于山洞里面 投影的这个概念 这是古代 在西方 是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 popular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古人们 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呢 看到洞口的光进来以后 把他们的影子 打在这个石壁上 他们这时候 他们看到的存在 全是石壁上的影子 他们并不是 并没有说 并没有感受到 就是他们能看到的生命 是自己的本体 看到是山洞上影的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他说这个就对 那个投影原理 是一个特别好的 在几千年前 西方人就已经 只是用了一个 山洞上的这个 这个表象的 这个来解读了 一个存在的 一个本质 但是一般人呢 又没有 如果没有站在 这个科学的 整个时空逻辑里面 看的时候呢 也很难特别 完整的理解这个 所以我指的一个意思 就刚才您讲到 从古哲学 到宗教 到这个 从那个巴布伦那时候的 到中世纪 到文艺复兴的 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人类在很多点上 他已经突破了 就是我们三维认知的 他本来就不是在 三维认知的 这个结构中建立的 后来人类的 在这个建构起三维 从建构文艺复兴以后 逐步逐步对于 这个三维 这个系统的 这种严谨的 结构建立上 慢慢慢慢的 出现了您刚才讲到的 这个多次的 不止一次的 融入跟科学 这个不同的科学 这个实验和物理学 之间的这种关联 那这 这种关联的最初的 最初的 我理解它最初的 它也是源于这个灵感 有了这样灵感以后 然后有了这样的 设计了这样的实验 然后这样的实验 又跟现实的这个 时空的这个能量关系 能够对应上 所以出现了这个 而且我们看到的 就是心理学进入 这个应用阶段以后 它跟这个整个 这个人类的 整个大的这个社会 历史发展的阶段 它有一个很紧密的 一个契合的 所以这点也是 这是我今天从 扣老师您这儿 这个读到的 从这个弗洛伊德 巴布洛到这个 到了这个人本主义的 马斯洛 这一路走过来 它对跟人类社会 跟人类主体意识之间 一直有着这么一种 紧密的关联 那么 那到后来的这个 这个从这个 后来到现在 跟这个脑科学的 这种关联 认知 认知这个心理学 这块 其实很有意思 这个 这个 因为受我的影响 这个我儿子上 那个伯克利选的专业 就是认知心理学 这个 而且他们这个心理学里面 还学什么呢 学佛教心理学 他这里面有一个 专门的课程 就叫佛教心理学 所以这一方面 也是很有意思 就 但是认知心理学里面 在西方这边的课程里面 比较注重 它跟现代科学的 这种关联了 跟脑科学的这种关联 它把这个生物学 跟脑科学系统连接 它主要的瞄准的方向 还是如何实现 这种人工智能的 一种呈现 更完整的 跟这个生理 心理和这个物理 这个科学之间的关联 那所以从您介绍的这个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就想到了 这个超个人心理学 超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 后现代心理学 因为我在过去 这三十多年的时间 我接触了大量的 这个New Age的这个体系 就新时代的系统 这里面很多这个 从心理学派生出来的一些门派 跟这个New Age这块 有了很多的这个关联 就是很多很多这些 这些被划分到New Age里面 其实那时候已经 我这边把它称之为 这个心灵学 其实如果要是把心理学 这个真正把这个东方的心 放进来的时候 那就不会 就不需要分心理和心灵 这个概念了 而在这个西方的 这个心理这个学术体系里面 它如果要是 只是谈心理的话 大部分人还只是在 从下往上看这个逻辑 如果要是真正把这个心 按照东方智慧来解读心的话 那这个心理学跟心灵学 说的就是一回事 因为我用这个科学 来解释这个灵这个字的话 我把它解释成高维的意思 所以灵界是高维空间 灵魂是高维能量系统 高维能量结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 才理解我们这个心灵学的 这个概念实际指的 就是高维的 那它涉及到的 已经是进入到 这个超意识层面 才能称之为灵魂层面 那这个心理学呢 它是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 的这种关联式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把这个 通过不同的维度建构的 这个逻辑 来跟心理学的 这个不同的表达 进行这种关联的时候呢 找到就他们之间 可以在一个 通过维度的境界层次 来理解 就是现在心理学的 这个通过这个科学的 与境界的关联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它是把 这个是研究意识和潜意识 之间的这种关联 那实际上它是从三维往上 去发现一些 这个超越了这个人的 简单的表象意识活动 而进入这个潜意识层的一些 这个一些能量关系 那当我们把这个空间和存在 作为两大描述基础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整个宇宙空间 它的空间描述的 多维的这种完整性 和在存在 这个最基本的存在 就是能量波 这个表达的时候 那横向其实就是存在 就是能量波叠加 形成的这个能量结构 那纵向呢 就是这个投影 不同维度之间的投影 然后用它来 在跟这个心理学的 各个系统去关联的时候呢 我们也能看到 每一种这个心理学的体系 它在描述过程之中 它的适应性 和它的特殊的 这个空间 时空合理性 找到这个每一种 这个心理学学说的一些 在时空整体系统中的 定位的时候呢 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 和真正的去关联 和使用好这些方法 那特别是在这个 这个寇老师 您也做了 其实我也了解 您在这个自身 其实也在做这种 自身的修炼 我们把这个修炼呢 比如像打坐呀 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 高维实践 我们说这个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后边得加一句话 叫三维实践 检验三维真理 高维实践 检验高维真理 不会高维实践 只会三维实践 那它没法检验高维真理 想用三维实践 检验高维真理 那纯粹是一妄想 就像蚂蚁 不可能检验人的真理一样 所以正因为您有这样的 高维实践的基础 所以再去谈 这个东西方的融合的时候呢 才能够更完整地去看到 它的这个体相用 之间的这种本质关系 体用的如何完美地结合 同时呢 从这个道法术器的 整体的这个纵向逻辑 能够表达得很完整 这也是跟您这个 刚才就这么一段 给了我非常完整的一个 给了我这么一个 繁整的启发 因为我从来没有 遇到过一位老师 能够这么完整的 在这么短时间内 梳理的一个整个的 这个西方心理学的结构 好 谢谢您继续分享 谢谢你 谢谢你 您的这个 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心理学的这个研究方面 把西方心理学 作为我个人来讲 其实这二十多年 把西方心理学史 包括西方心理学里面 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点 从这个经验主义心理学的 那些著名的人物 和他的作品 还有他的这个 那个读过一些 包括这个科学心理学的这些 包括这个 一些代表性的吧 因为都做过一些 涉猎 包括一些 学习 包括一些这个交流吧 那目前其实就是我们 为什么说是要回来思考 这个中国心理学 中国文化 本土心理学的问题 其实所有的东西 它本身就在那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文化里面 所有的我们现在想要的东西 都有了 只是说我们如何进行 有效的这个驳离 归纳 整理 或者说再重新进行一些 这个个人的这种经验上的 这种 这个归纳整理的一个过程 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这个维度的问题 包括投射 心理学 你说投影 心理学讲一个投射 就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的内心 如果说充满了恐惧 你看到的一个世界就是 充满了恐惧 就看到这个世界就是 可能大家都要伤害你 就像我们说是 那个迫害妄想的人 觉得这个世界 都有可能要伤害他自己 其实他内心深处 就是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被伤害感 或者说怕被伤害 包括一些钟情妄想的人 他其实一直渴望被爱 于是他就看到了 世界上的人都在爱他 都想爱他 都想跟他发生 有情有义的这种情感关系一样 所以说 这个投影的世界 我们从心理上来讲 这个就一下也就把这个 过去很多佛教里讲的东西 就能够说通了 而且刚才这个 刘老师讲这个心灵学呀 包括这个心理学 心灵学 中国人其实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叫心学 我们从阳明心学 从这个谭经里面讲到的 明心见性 从周一里面看到的是感应 周一里面所有的东西 强调的都是个感应 不管是八卦 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 到六十四卦 包括每一卦的谣词 都是跟这个世界的感应 所以我们为什么通过卦 能知道你的未来 或者知道你的 算卦 占卜 这是其中 周一的一项功能而已 但是他其实 讲的是天地自然的规则 我们通过周一 看到的是这个大自然的规则 包括推演这个 整个宇宙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在中国 东方心理学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也在这儿 简单地梳理一下 其实东方心理学 我们真正要讲 东方心理学时 必须要讲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历史 在中国文明的 五千年历史里面 我们说 从大的学术方面来讲 周一 这是一个最古老的一部书 因为周一是诸经之首 是中国所有的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 四书五经的论著里面 它是排第一位的 周一 包括周一之前的三海经 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一些 那周一其实就是一本 天人感应书 感应书 这个就是讲天人感应的 一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 战国诸子百家里面 著名的老子 庄子 荀子 孙子 孔子 包括孙子 兵法 孙子 这几大子 其实这五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他们都在强调 老子 就是周一里面讲阴阳学 中一里面也讲一一同源 就是周一里面的阴阳五行 自物流注 就是这个十二 十二节气 二十四节气 十二项 那这都是跟中一里面完全是吻合的 一致的 中一和周一的理论就是 完全是一体化的 所以说从这个战国的诸子百家 谈论 不管是谈论自然 大道 老子讲大道 然后讲 孔子讲人道 对吧 包括到荀子 荀子的这个 这个 这个告子篇里面 其实这个就已经讲到心理学 讲到精神的问题了 孙子兵法完全是 讲心理的一个东西 不战而屈人之兵嘛 那就是一个心理的东西 所以说在诸子百家里面 这些思想里 就有非常具体的 明确的 心理方面的问题 包括到了后来的中一 理论里的皇帝内经 皇帝和这个齐白的对话 皇帝的内经里面 皇帝和齐白的对话 里面有很多关于 人们精神心理的一些 对话的篇章 再给后祖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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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这个 五代十国 到了 唐宋的时候 到了唐朝的时候 隋唐的时候 佛教 到这个 禅宗 六祖谈经 就是一部心理学的经典著作 六祖谈经 我现在这两年 在给人讲 谈经中的心理智慧 为什么 六祖谈经讲了 就是四个字 明心见性 明的谁的心 明的自心 见的是自性 这是心理学 最根本的东西 也是最彻底的东西 这是西方心理学 永远不能去 就是他在西方文化 和思想中 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东西 就是他们在这种 过度理性化的思维里 是很难见到 那么东方心理学里面 还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一个 就是文化 就是印度文化 印度文明 印度的文化里面 我们说 废陀经啊 奥义书啊 到佛陀时代 佛陀之后的大藏经 包括我们今天 中国人熟悉的 金刚经 楞严经 法华经 心经 全是讲人的心理 所有的东西 都是讲心理 佛陀的这个使命 就是让众生解脱 什么解脱 不是肉体 而是心理 肉体就是僧老病死 谁都没有办法 去逃脱这个规则 但是心理 当下就能解脱 觉悟就能解脱 所以在心理 佛教里面强盗这个 言耳鼻舌身意 对吧 我们讲 出六门 入六尘 见六尘嘛 那么心理学 也讲这个 言耳鼻舌身 比方说心理学 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 普通心理学里 强调的听觉 就感知觉嘛 就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 非常重要的两个途径 就是视觉和听觉 视觉和听觉 你看 把这两个拆开 来讲 视 就是眼睛看见 眼睛有看见 这个世界的功能 但是看到这个世界之后 重要的问题是 你看我们一个人 看到了相同的人和事 但是每一个人的心理 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我们在街上 看见一个摔倒的老人 一群人围在那里 你看有人就很焦虑 是服还是不服 有人就上去服了 有人转身就走了 就是同样一个世界 我们在心理学上来说 我们改变一个人心理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要改变一个人 对这个外部 对自我的认知 认知心理学强调 一个人如何认知自我 如何认知这个世界 同样如何认知 这个自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你看我们很多人 对自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对自我否定性认识的人 对世界就是怀疑的 对他和世界的关系 就是中断 所以我们说听觉 你听到了声音 听到了音乐 你看有人在某些音乐中 就会伤感 有人听到了就会欢喜 音乐没有改变 而听到的人 他把自我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很多的 这个自我的一些体验东西 完全在这里 所以刚才刘老师谈到这个 我们有很多经验 很多这个 就是高维 低维 我很认可 这一点 我们说低维的 生理层面 社会层面的 这种经验 这种实践 给我们得出的 只有一个东西 那就是经验 比方说我做心理咨询 我做的越多 我的心理咨询经验就越多 我可能遇到很多问题 我解决的能力就越强 但是我们说 我要体验 参禅打坐 你这种实践 获得的是 觉知 就对生命 对根本的认识 对世界根本的认识 对宇宙根本的认识 它是 我们经常说认识 其实背后什么 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去 拨开云雾 见青天 看见真相 其实有些人是没有能力 看见真相 而有些人是没有能力 承受真相 不是真相 被看见 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 就像一些夫妻关系 如果你心理承受能力不好 你想知道你老公在外面 有没有女人 你知道了 她就是有女人 你看有些人就崩溃了 但有些人就更淡定 就是说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 我经常讲 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什么创造 我们一直在发现 一个是发现自我的内在的东西 一个是发现世界的东西 一个是发现这个宇宙的东西 人类从来没有创造过什么 因为所有的东西 在自我这里本来具足 在世界宇宙中 它也本来具足 只是你发现了多少 就像今天 庆幸我们登月了 庆幸我们到火星上去了 这一切都在那里 就这种能力也在那里 只是说你现在把这种能力 有没有挖掘出来 就像我们说 我们都能见到 就是觉悟的人见到自信 本心 那么自信本心都一直在那 那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觉悟的能力 觉悟的可能性 但是有人几世都不能觉悟 对吧 所以说在心理学里面 从中国心 东方心理学里面 其实对人的心和身的关系 讲得更加透彻 更加就是完整一些 那么刚才这个 刘老师说的这个 心灵学 心理学 中国人其实把它通称为心学 心学和身学 我们说心理学研究什么 心理学是研究人生的 是研究人 研究人什么 研究人的语言 研究人的思维 研究人的情感 研究人的情绪 研究人的意识 研究人的这个梦 我们说梦 包括维师学里面 你看 强调意识的八个层次 就是我们这个意识 维师学里讲 这个意识的八个层 跟佛罗里德讲的三个层次 那本身 荣格讲的第四个层次 其实这个已经很高了 我们说 圣里有一个自我的结构 我们通过解剖学 最后现在从皮肉筋脉骨骨髓 到基因 你看解剖已经达到 这个基因学就到彻底了 但是精神的结构 从行为 语言 情绪 思维 意识 无意识 还有 我们从佛教这个讲到的 摩纳史 阿赖伊耶史 这是精神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说维度的背后 就是精神的维度 就是这个自然的维度 一直就在这里 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 地球 地球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太阳系 这是一个维度 太阳系背后是银河系 银河系后面还有更大的 这个系 对吧 所以说 人在内心世界上面 我们一个人的觉悟 一个人的这个 像人格心理学里面 讲到人格的升华 人格的升华就是觉悟 人格的根本性的升华 就是觉悟 当年很著名的那个太虚大师 讲过一段话 在他 觉悟之后 他就讲过一个棋子 这个棋子就叫什么 就是说 就是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养止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 人成基佛成 四明真现实 就是你真正把人做成了 人格达到极高的 这个完善 极高的境界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你就是佛了 那你看 人格心理学讲 人格心理学最高的境界 就是让人达到人格的完善 所以说我们说 其实东方心理学跟西方心理学 它从起源上就很大的差异 从认 就对人的认知 对世界的认知上 有根本性的差异 好了 谢谢刘老师 谢谢 谢谢寇老师 那在这一段呢 寇老师也表达的这个 信息量也是特别大 特别是从这个东方智慧 那么在一开始讲到这个投射投影 我原来经常用的是投影 最近呢 我在调整这个 这个话语的这个结构 我多想用这个投射 因为呢 后来我才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投影是投射的一种描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呢 这个投影呢 是我们理解这个像的层面 而投射呢 它不光是像 它代表着这种能量的结构 这个能量的一种 有形无形的存在 这个投射就比较完整一些 就比这个投影 单独说投影 那它正好这个能量结构 在佛教系统里面 把这个能量结构呢 用五蕴来表达 就是色受想行识 那么投影只是色 那么受想行识 这个其实都是投射过来的 这个 所以这个呢 刚才那个 高老师把这个 这个做了一个 那我顺便把这个 来做一个解释 那么另外这个 讲到这个心学 整个中国的心学 确实包括了心理心灵了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 就比较完整 它包括了整个 因为心学最终 它是心即宇宙 宇宙即心 它讲的这个 整个的心学系统 它把它讲到真正本质 是知形 心物合一 整个宇宙跟心的一体 那再讲到这个周易呢 这个 讲到特别重要 说感应 周易的感应能量 其实它是 这种感应是什么呢 实际是能量波的 同频共振 因为我们在这个 用科学语性关联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宇宙呢 从零为到N为 N7无穷大 看成是完整的一体的 就他们中间的 所有的 这个分别 它只是观测的 这个 这个 境遇不一样 就是纽约 在一维上观测的时候 它就是在线上跑 在二维观测的时候 它就在面上跑 三维观测 它在立体 那你观测的 这个观测者 所在的这个 这个投影员 所在的位置 决定了 他看到这个 是给投影出来的 投射出来的世界 能量关系是什么样的 但是呢 在横向上讲呢 就是 它除了这个空间的概念以后 它在横向的这个 一体化能量呢 它也存在着 在每一个层次上 它都符合 能量波的同频共振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过物质结构来 借科学已经描述 物质结构的 最简单的物质结构 是正弦波 所有的这个存在 都是正弦波 叠加以后的 这个结果 那它正好正弦波的 佛家叫一念 所以佛家又说 一念一众生 而在道家 又把正弦波叫什么呢 叫阴阳 所以它这里面 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 就是法于阴阳 合于数数 就一切是源于正弦波 同时合于数数 就是同频共振 那么同频共振 在我们三维空间里 我们看到能量的 同频共振的 这些现象有的是 但是到了这个 高维进入意识层面的时候 这个同频共振 就被理解成感应 就是我们的感应 就通过感觉 所有的感觉 就是这个宇宙中的 所有的发生 和相互关系 只有一个原因 能量波同频共振 如果要能量波 没有同频共振 两个能量波 各走各的路 它们互相 什么都发生不了 这也就是所谓的空性 就这宇宙中充满了 无穷多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能量波 而这些能量波 它们没有产生干涉的时候 没有产生作用的时候 什么都发生不了 但一旦产生了干涉 它就产生了能量的结构 那这个能量结构 恰好那一个能量波 它是一个 像一个政权的曲线表达的 它可以分成A B两个部分的话 A加B等一 这阴阳和和为一 两个能量波在一起 就是A加B的平方等一 你一展开 正好就是四项 那观测者第三个能量波 去渲染这个能量波的 这种干涉的时候 就形成了A加B的三次方 A加B三次方 这就变形成了八卦 那八个物质项 和八个信息项 叠加起来就是八八六十四卦 所以这样就知道 这个易经它源于 用这个能量波去解释 这个易经的逻辑的话 就很简单 一个能量波就是道声一 它是不显的 两个能量波是一升二 这个一升二的产生了什么呢 这个两个能量波在一起以后 这个二它撑追 两个能量波会形成四项 四种能量分布 四种空间能量振动分布 这四种分布是 太阴 太阳 少阴 少阳 那它在五行里面 它对应的是水型能量 火型能量 金型能量 和木型能量 它的综合能量就是土型能量 所以五行能量其实就是 最简单的空间能量振动的结构 那我们讲能量结构 它再继续叠加 就是观测者上去再继续叠加 它就形成了八卦 第三个能量波叠加 就形成了八卦 所以这就二升三 然后三升万物 那八卦乘以八卦 八八六十四八 八个物和八个式 式是什么呢 式就是能量关系 就是这个能量波的之间的关系 或物之间的关系 那物和式在一起就是事物 那所有事物的基本存在的频率 频率的频率 就构成了 这就是这六十四种最基本的频率 它是一切存在的基因 大家注意它是一切存在的基因 包括生命存在 所以这个易经它是群经之首 为什么易经一开始讲的全是郑贤波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文化里面 直接把郑贤波说成是龙 龙是郑贤波的图腾 所以易经开篇讲的 周易开篇讲的全是龙 潜龙勿用 这个飞龙在天 群龙无首等等 还有这个抗龙有悔 它讲的全是龙 讲的全是郑贤波 所以它是群经之首 它把一切存在 所以不光是生命存在 它把一切存在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了 来龙来的是郑贤波 去脉走的还是郑贤波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理解这易经 这个群经之首 这个感应 那么这个天人感应 一一同源就很容易理解 因为一是对生命而言的 那一这个字 在甲骨文中华真文里面 一这个字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是 治病的意思 不是医疗的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能量和谐 而达到提升这个意思 在甲骨真文里面通过 这个中华真文里面 通过基本符的这种能量解构 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是一个 能量的和谐 在某一个维度能量和谐 而达到纵向提升 它有好几个上化符 大家注意上化 就是回归高位的意思 所以一的本身 在东方智慧的一 它代表了一个纵横能量结构 它是什么呢 它是帝氏昆君子厚德载物 它是为纵向提升 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而它的纵向提升的是 天行见君子 自强不息 纵向天行是去高位 这个修无止境 就是恩趋于无穷大 这是修无止境的概念 这个自强不息指的是这个 所以这样我们才理解 这个易经系统里面 把整个纵横乾坤能量的表达 非常清晰地表达了 纵向就是持续提升 意识能量的维度 这是生命的根本意义 横向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的 现实的存在的生命状态 能量状态 这个就是地势空君子厚德载物 就是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 高度和谐一张下 它是为纵向提升 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那在这里面 后来特别提到这个六祖谈经 这个六祖谈经 确实它把这个整个宇宙空间的 究竟的本质 更完整地展开 它是金刚经的一个 利用中文的更完整的 一个展开的系统的表达 而且它把佛家的很多系统里面 融为在这个六祖谈经里面 呈现出来 那么特别是它提到了 关于这个本源的概念 就是自信 何其自信本自清晰 何其自信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它就是这个自信什么呢 那个自信其实就是 恩为恩取义无穷大 就是整个宇宙的投影源 这是本自具足的本性 那这样呢 通过科学也能解释这点 因为什么呢 灵维 当一切都是能量波的话 灵维这一个质点 所有能量波都会通过 这一个质点 所以这个质点 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 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这叫宇宙全息率 那宇宙全息率 释迦牟尼佛 在他这个打坐七七四十九天 他出镜头说的就是 原来众生皆具 如来智慧大行 就告诉他 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自具足 那他跟六祖谈经理说的 这个本自具足是高度契合了 那为什么我们活不出 这种本自具足的生命状态 那佛祖第二句话 就说的很简单 皆因妄想执着不能正常 那什么是妄想 我们说佛家讲 一念一众生 但是当我们执念的时候 就会产生妄想 就两个能量波开始干涉 这个时候 两个能量波开始干涉 就是执念了 当开始执念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存在 这个宇宙空间一切存在 是因一念而生 而因执念而起 那你有这一念的时候 在这个道家思想 管它叫无 当有了这一念的执念产生的时候 它就进入了有的阶段 进入有的阶段 就按照易经的系统 就排列出了所有的有 万有的这种 从简单到复杂的整个过程 所以六祖谈经在这里边 也是把这个部分 也说得非常清楚 这也就是空性 和万有之间的这种关联 所以空性不是没有 它是万有 它是所有的有 但它不值于任何的有 这样的话 对宇宙的本质 东方智慧是在空间和存在 两部分做了完整的表达 那在印度这个系统里边 从伯加凡格 他都讲到了整个生命和空间 宇宙之间的这种关联 只是他有了一套 他的一套话语系统 那释迦牟尼佛 他从那里边找到了 更究竟的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佛教系统 所以从这个角度能理解了 这个现代东方智慧的 整个的这个根基 从道家思想的根基 因为道家思想里边 其实也表达了 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体系 比如《道德经》里面讲 师道而后德 师德而后仁 师人而后义 师也而后离 那道是恩为 恩趋于无穷大的 离开恩为 恩趋于无穷大 到恩减义为就是德 所以恩减义为 所谓全是德 所以有德高望重 厚德载物 你多提升义为 你对低为的空间 就是无条件的驾驭 任意的去驾驭 就像人驾驭蚂蚁 这种空间 那简直 这个简单的很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 就是道家思想 已经把这个 整体逻辑体系 表达了很清楚 空间和存在 那佛教也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 我们在三维空间里面 看到一切存在 创造再复杂的存在 你到第四维 变成无穷分之一了 这个逻辑也很简单 因为平面里面 有无穷多张线 也就二维里面 有无穷多的一维 立体里面 有无穷多个面 也就三维里面 有无穷多个二维 那同样到第四维 就会有无穷多的三维 这是数学归纳法 非常简单的逻辑 就能让我们理解 四维比三维 到底大多少 可是到五维呢 它有无穷的平方分 平方 这么多的这个三维 到六维呢 那无穷的三次方 到了N维 N7无穷大 就有无穷的 无穷次方倍 就比三维多了 无穷的无穷次方倍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理解 这个人类的智慧系统 对于这个最高境界智慧的描述 跟我们三维人 所理解的这个宇宙 这些信息相比 那简直打得不得了 所以在这个 到第四维 三维的一切存在 变成无穷分之一 无穷分之一 在数学上等于零 但是呢 我们用三比上 这个N维 N7无穷大 就等于零 但是我们说 四维比三维多了 无穷多 那四比无穷大的 也是零 那五维呢 也是零 任何有限数 比无穷大 都是零 所以你在任何 中间维度上的停顿 跟在三 停在三维 与那个N维 N7无穷大的 本质之间没有差异 所以本质是在 N维N7无穷大 所以任何有限数 比上无穷大 都是零 这叫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因作如实观 佛教法人说的 非常通透 那当我们真正的 内外意识在 都在N维N7无穷大 这个公式变成 无穷大比无穷大 无穷大比无穷大 等于一 或任一数 这个一才是真正 东方智慧里面说的 天人合一 而任一数 是什么呢 变周天法界 无时不在 无处不有 它可以如去如来的 在任何一个空间 层次里进行显化 所以这样建构起来 这个东方智慧的 空间体系 让我们看到 原来N维N7无穷大 和零维表达的信息 是完全一样 表达的格局 是完全一样 所以中国有一个字 就把它完全的 融合在一起 就是太 这个大是N维 N7无穷大 叫其大无碍 这一点是零维 其小无内 所以我们中华智慧里面 讲太和 是整体宇宙之和 太极是整个空间的两极 太乙 这个甲乙的乙 就是正前波的符号 在甲骨文里 它就一个正前波的符号 它是最博大的空间 和最简单的存在的 一个表达 所以这样我们就理解了 这个东方智慧 建构起来的 这么一个格局 空间格局 再去了解在这个格局里面的 各种的显化 都可以了解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其实人类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 任意建构逻辑 为什么 因为灵维这个质点 把所有信息 全部汇集在这 顺着能量看过去的话 到这个质点 所有的信息 在这个质点上 全部淹没了 这叫黑洞 你迎着能量看 这个质点出来 所有信息都从这点出来 这叫宇宙大爆炸 这又是所谓的曼陀 又是所谓的 这个心智威胁空间 所谓米尔卡巴 所以这个灵维 代表了整个宇宙的 这个核心 最本质的 又是我们现在讲的 真空什么零点能 什么指 这是灵维 那N维 N趋无穷大 他们俩实际是一体的 所以这也就是 我们东方智慧讲的金钟照 说在这么一个 完整的系统里面 它中间出现的是什么呀 灵维和N维 N趋无穷大 它代表一种概念 很简单 就是无分别 所有东西在这里面 没有分别 那在中间 从灵维到N维 N趋无穷大 中间层次 全是因分别而产生 因执念而产生 那如果把这个格局 建构好了 再回过头来看 各种系统 就容易读懂 你为什么 你基于灵维 你可以任意建构系统 你通过灵维 你可以建构 这个宇宙空间 任意毫不相干的 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 逻辑关联 所以这个逻辑 在这个系统里面 全部被超越 被破掉了 但是又可以任意地 去建构逻辑 也可以尊重所有的逻辑 能够读懂所有的逻辑 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的意义所在 它的时空合理性 所以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来了解 东西方在心理学 在整个空间格局 在讲这个天人 宇宙和人之间的关系 和人之间的 人本身之间的关联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这刚才因为 那个寇老师 他是因为有过 这样的实践 同时又有这么多 这个在学术上的 这种深入的探讨 和对东西方文化的 这种深刻的领悟的话 所以他能提出这些 这些概念 其实这些里面的信息量 相当大 那我们就用科学语言 把它们关联起来以后 帮助我们在打通 所有的人类智慧哲学 心理学心灵学 之间的这种关联上 在逻辑上 给了一个简单的框架 谢谢 谢谢考老师 考老师 我们今天对话的时间 就快到了 但是我们今天 想要讲的这个主题 好像没有完全的讲完 是吧 我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主题了 一个内容 我简单几分钟吧 好 那你继续 我们先唱一点诗 好嘞 好 刚才那个 这个刘老师谈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 特别好 后面如果有可能的话 有机会 我跟刘老师 要更深入的进行交流 把一些重要的这种思想 观点 包括灵维 包括这些东西 能够 融入到这个 未来中国心理学研究的 这个内容里面去 然后真正 让这些东西 能够给 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工作 起到更大的一些作用 那么下面 我们就回到 我们今天的主题 心理学在中国的落地 其实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 应该 有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是说 叫培牙时期 就是一个最初的原始期 给了一个 心理学史上 给了一个年 年份 说1840年到1920年 也就是说 国内当年 这个在清朝 清朝末年的时候 已经有心理学家在研究 把西方心理学 再翻译 1889年的时候 有一个严永经的 一个学者 翻译了这个 西方的心灵学 后来呢 有人翻译了 冯特的这个 实验心理学 紧接着下来 在这个王国为 在这个1907年 又翻译了这个 心理学的概要 后来将陈大为呀 蔡元培呀 这些都不断地的推进 整个心理学的这个发展 包括陈大吉的这个 毕灵学 等等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就是开创时期 1921年到37年 1921年 中国心理学会成 中华心理学会成立 就是抗战爆发的 那个后期 然后紧接着下来 就成立中国心理学的 研究院 蔡元培 当时在中央研究院 开设了心理学研究院 1928年 紧接着就是1922年 就是22年 中国心理杂志 这些其实都是对中国 近代心理学推进 很重要的一些人物 包括到这个20世纪 20年代 30年代的时候 心理学界的一些大咖 像这个潘苏啊 高爵夫啊 等等这些心理学的大咖 大家们 然后整个翻译 像高爵夫老师翻译的 这个弗雷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 这在中国心理学界 现在一直是 经久不衰的一部著作 那么第三个阶段 就是第一落起 在37年到49年 整个大的战争爆发 抗日战争爆发 到这个解放战争 但在这个阶段 依然有一些心理学家们 在坚持做一些心理学的工作 包括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啊 包括这个汪静熙的这个行为与心理的分析啊 英赞的心理卫生论充啊 等等 这些大家们都在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第四个阶段 我们就是说发展阶段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从49年开始 他经历了六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就是学习改革阶段 49年到56年 然后重要的世界 就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整个心理学引入中国 但是到中国以后 由于中国这个唯物主义思想的关系 然后西方心理学 用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来改造 然后为社会主义发展建设 能够起到一个新的作用 同时第二个阶段叫研究阶段 57年到66年 在这个阶段像北诗啊 华诗啊 南京师范大学很多的学校 开设了心理学的专业 心理学正式进入大学的教育的进程里面 但是很快就到了停滞阶段 66年到76年 文化大革命 心理学就停了很多年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心理学界 还有一些老先生们在坚持 我知道当年像李新天呀 包括这个潘叔啊 等等这些大心理学家们 就是在我们讲学院心理学家们 在一直坚持 第四个大的阶段说是繁荣阶段 77年以后 文化大革命以后 心理学在学校慢慢地开展起来 真正发展 大的社会发展 是第五个阶段 职业化发展阶段 就完全心理学进入社会职业化 从200年开始 我在中国开创了 中国第一个职业学校 叫陕西大康心理职业学校 结果2003年 国家职业化心理发展就开始 一直到17年 整个国家的职业心理咨询师人数 超过150万人 然后心理学的职业化 在中国像雨后春水一样 整个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 包括学校 医院 社区 军队 司法等等监狱 所有的心理学 整个服务进入到社会 那么最大的一个阶段 那就是社会大发展阶段 19大 19大之后 心理学完全进入我们党的 国家治理的战略中来 然后把社会心理服务 纳入国家治理 所以说有人就讲 从2018年19大开始 心理学未来最少在中国 有100年的大发展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 现在社会心理服务 整个会进入一个 更大的一个阶段 然后心理学会 为社会大众会进入千家万户 因为现在国家已经要求 所有的区限 所有的社区 都要建心理服务站 这个已经是国家写入到 国家的这个心理发展战略里面的 一个大点里面了 所以我也作为其中的一个 见证者参与者 包括也是一个推进者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能够真正和这个心理学的大时代 拥抱这个大时代 我觉得在96年开始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我们是有精神病的人 觉得我是个疯子 觉得你怎么会干这件事 后来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十年之后 你们再来看我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疯子 我要治的是疯子 我绝对不可能是个疯子 就没有到十年 大家就觉得好像你 还很不错 看得很远 看得很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愿望 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在未来 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就是要西为中用 古为金用 自强自立 最后是中为西用 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 甚至要让西方人来学中国心理学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 我也相信它是所有中国真正愿意发展 中国心理学的人的愿望 在这里今天非常感谢 能跟刘老师的相遇 能跟我们这个直播间 旁边的这些心理学的同行 以及热爱心理学的人 热爱自我人生的人 我经常说一句话 关注心理健康 就是对你自己人生最大的负责 一个不关注自我内心成长 心灵成长的人 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 今天下午我看了刘老师的一个视频 说我们这一生来 来的时候我精神的层次 就已经带着很高的维度来了 别的到时候来了以后 干了一辈子事 把维度降低了 走了 这也是这样 我经常说 每一个人都是有使命 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拥抱 跟这个世界的相遇的一切 就是为了自我人格的生活 没有别的事情 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不是为了当更多的官 挣钱的过程 做官的过程 做事的过程 其实都是在修炼自我心理的过程 如果说你真的能认识到这一点 并且能身体力行 那你一定会不枉此生 谢谢大家 谢谢邝老师 这个回应 简单回应 这个首先呢 高度认同 邝老师的这个愿望 这个 而且我认为这个愿望 肯定可以实现 因为从这个 从法理系统啊 从科学的逻辑体系来表达的话 它是一个必然趋势 那这种 这种结合到的最终 结果呢 就是人类的整体 整体的觉醒 它需要东方智慧 在这个时空点上的这种呈现 所以在这个 这个罗织系统里边 走到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人类未来走向和谐共生 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它需要的是一种 和谐的自觉 生命的人类集体的这种觉醒 而东方智慧恰好 是唤醒生命的一个 这个整体的完整的系统 谢谢 谢谢邝老师 谢谢 谢谢刘老师 谢谢我们其他的老师和朋友们 包括我们的 两位老师 谢谢 两位老师真是高度的契合 一开始 邝老师就说 他是非常希望将心理学的 一些东西呢 与这个圈子之外的老师进行交流 那今天得以实现 刘峰老师说 如果只是懂得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 来讲心理学在中国落地的话呢 那是有局限性的 同样 如果只知道中华传统文化 却不知道心理学的一些理论逻辑 那这两个方面也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 柯老师讲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的发展战略 把心理学是定为国家战略层面上的这么一个问题 是未来社会东河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且他特别提到 中国心理学在中国落地 一定要回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上来 那刘老师回应说 东方智慧啊 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建立心理学整体系统的一个基础 只是在关联上要做很多具体的落地 柯老师今天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西方心理的起源 西方心理学的起源 第二个呢 讲了东方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以及发展 第三个呢 是讲了一个中国心理学近代发展的落地 以及未来的趋势 他用了这样四四十六个字啊 西为中用 古为今用 自强自立 中为西用 作为中国心理学在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 刘老师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地方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 他说原来他一直讲这个投影员的问题 他现在感觉呢 这个投影是投射的一种状态的描述 而说投射的话呢 其实就更能显示他有能量关系的存在了 好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关于心理学在中国落地主题的对话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 再见